大家好 喂 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放松一点 聊点轻松点的话题 就不要整天聊国家大事 整天聊财经新闻受不了 因为天天把有些网友都搞得神经兮兮的了 因为有些网友也是在墙内没办法 资产也没转移过来 方方面面签证也没办过来 非常紧张你知道不 所以偶尔我们放松一下 聊点乳包的 或者说是中国的笑话 就民间的笑话非常多 因为垃圾国家的笑话多 扯淡国家像中国这种就全世界属一属恶的 最扯淡的是什么 最荒谬的朝鲜 朝鲜的什么人民都没饭吃的 他怎么没饭吃 怎么金正恩一不高兴 把你这全部炮绝 弄几个狼把你吃掉 是吧 这这好玩的东西神经兮兮的 比如你拿个照相机 就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有些人还能去朝鲜旅游的 他毕竟你搞点旅游业 吸收外汇嘛 然后不能拍照 有人24小时跟着你 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又搞笑国家嘛 中国也一样啊 随着这个习包子 这存货250的管理之下呢 然后这个中国也是越来越荒谬 越来越多笑话的嘛 我们这个视频先从一个 他最近他这个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啊 啊这个学习学习不完啊 啊也是挺挺厉害 这党史 你说这搞几十年都没搞清楚的一个东西啊 一直学的像谁学呢 啊也不知道啊 反正他在这个大会上呢 习包子他就说了啊 他说我们中国要这个江山啊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哎 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定性啊 这不是简单的啊 啊领导说话 那当然有所指的啊 那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 以前刚好就是 因为有一句话嘛 共产党有一句最流行的话叫做打江山啊 坐江山啊 就是那个江山我打回来啊 坐回坐着他 然后现在习包子给你定性了 那就形成一个逻辑的三段三段论 是吧 是吧 那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人民 那就证明就是共产党打江山做江山就打人民做人民哎 这是非常精准的 我发现啊 我稍微一想我觉得哎 从文学角度来讲这个是非常精准的啊 首先 他是打一个是打一个是做 这两个是非常精准的两个词 我发现如果你换成手啊 守江山啊就就还没那个味啊 你且且听我说啊打呢 它是一种强制力啊就像打老婆一样的 我把他打的服服贴 把他打服贴 就是 就是一种超级大男人主义 明白吗 如果你是轰老婆啊 把把江山或者说忽悠回来 这些都是要讲求艺术性的 明白没有 轰老婆啊 或者说骗啊 骗江山啊 把江山骗回来 那这些都 都是有艺术性的对不对 那都是要伤老筋的 像席包子啊 共产党这种人 他就是不是骗江山啊 也不是 就是他就是打 你明白没有 简单粗暴 这就是哎呀 这让他非常爽啊 你明白没有 打哎 你想想你这个老婆 你就把他一打打服贴啊 简单粗暴啊 他听话 啊 也不要说我要骗你 或者说这不用啊 不用动脑袋 你明白没有 这就把这种雄性荷尔蒙啊 发挥出来 打江山 哎 这个非常好啊 直接就打的服服贴贴 打趴在地上啊 这是打啊 要做哎 这也非常艺术 我告诉你 做也非常艺术 你想想 这个 你说是手啊 或者说摁啊 啊对不对 就像双方打拳击一样的啊 打拳击 把他打倒 通常拳击不是要摁 摁对方在地上吗 把他摁在地上 然后 然后 哎 这这不舒服 明白 没有 坐在你头上 哎 你看 非常舒服 我要把你控制住 而且我要舒舒服服 明白 没有 服服贴贴 哎 就坐一屁股坐的 哎 把你打趴下 然后一屁股坐上去 哎 你看 非常舒服 你明白吗 啊 就把这种 又要把你搞下来啊 搞下来之后 我坐下去啊 舒舒服服的 哎 明白没有 啊 这就是啊 共产党最最爱的一个 就是为什么要一个打 一个做啊 这两个非常精准的词语 我告诉你 以前中国古诗后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哦 水能载舟一能覆舟吗 这句话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了 就是你想想当然春秋战国时期 应该来讲是中国思想啊 最最最有活力的时候吗 啊 很多学界啊 知识分子都是这么评价的 啊 你想想水能载舟一能覆舟 你多多少少 也是一种 互动的过程啊 你互动的过程啊 这个水呢 要讲究艺术啊 你要给它互动 哎 你看共产党就不给你来这一套 那什么互动不互动的 打 打完做 所以中国当官是可以的啊 中国这个官你是给谁做他都是喜欢的啊 地球人都喜欢的 简单粗暴 啊 又又爽 啊 把雄特别是男性啊 把雄性荷尔蒙发挥到最高的第二步了 啊 这是非常爽的啊 就是 就像那男人喜欢的女人浮浮贴贴一样的嘛 啊 就像 很多男人喜欢看的AV片是吧 看的女博啊 哎呀 女博啊 普人哎呀 是吧 哎呀 一来到哎呀 主人好啊 是吧 哎呀 这里浮浮贴贴 你啊 舒服 关键是舒服 啊 这一半开玩笑 他一半也是真的啊 那在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你再看 从实际当中啊 共产党的执政过程当中 他的那种执政手法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最明显的就是治水嘛 啊 说到比如三峡大坝是吧 都是贯彻了他这种打 嘿 这种思想的就是 其实就是一种计划经济 和市场经济的这种区别啊 他就打江山 这个打呢 的过程就是不是 啊 就不是说赌不游输的 他就是直接把你搞起来啊 哈哈 这个就是强制性的啊 他就非不是搞市场经济 我们 我们为什么他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 因为计划经济这一块 那才是共产党最喜欢的啊 所以为什么他 他他对香港你看 他是采取一种强制性的啊 所以好有很多人呢 他小心心啊 以为共产党就搞黄金蓝 我告诉你 搞黄金蓝是没办法才搞黄金蓝啊 比如海外啊 一些比如台湾的没办法你一时半刻你收不回来 台湾更加白眼不听你的嘛 他就只能黄金蓝啊 但对内他绝对不黄金蓝 我告诉你啊 可能温家宝的时候会有一点啊 安抚礼 招安礼啊 在共产党是不搞这一套的 我告诉你 共产党就是打啊 强制性 你看香港就是的 我要给你互动啊 哎呀 撤回啊 讨论啊 哎 你看细胞纸就起码细胞纸不搞啊 他就是雄性恶魔 荷尔蒙爆发就是把香港打下去啊 把他搞下去啊 把香港全部摁住 哎 这才是他的这一种管理思路里 明白吗 这是最低成本 最快啊 你知道不 那种就是他很急的 那个人明白没有 他一定要快见效啊 你明白不 一定要马上见效 你想想我哄你 我怎么着明天 我不哄怎么办 是吧 最简单的 我把你打趴下 啊 然后你全部听话 香港也是这样的 那台湾也是这样的 你别看今天啊 我要我要是 我要就是 哄着你台湾啊 给你黄金 然后给你统战 到有一天你台湾真回归了 我就是打 啊 那就那就是不一样的手段啊 明白没有啊 所以千万没小心心 香港这些人迟早是全部后悔的 那些什么什么 紧 啊 紧入处长 我告诉你 过不了多久啊 全部全部搞死他们 哪里有收买你们的开玩笑 这不是共产党啊 起码不是 习包子啊 的形式模式啊 你看这三峡也是这样 我们就战胜自然 人定胜天啊 把那个整个 嘿啊 开玩笑 把整个三峡堵起来 啊 简单粗暴 一定要把它搞 搞掉啊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种思维模式嘛 从思维模式开开始呢 然后也是同样的治水啊 也是说习包子也是去到荷兰嘛 啊 一个叫南水北调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啊 这习包子 习包子的小学都没预业 而且他专业不是这个 你说以前温家宝他们有些是他专门读水利的啊 读读地质的啊 他们呢 这是有点权威的 他们说这个是有点权威的 但是习包子 你看他说书没读几个 然后他后来在清华补的那个是市场政治嘛 那开我含笑没有 你做这个不是权威 然后呢 但是没办法 外行只会内行啊 现在的习包子啊 他去到啊 南水北调工程啊 他说啊 他就评价了啊 自己评价自己啊 毛主席啊 你看毛主席啊 习包子说毛主席 我我觉得习包子还有点没有底气啊 习包子还缺点底气 因为他老把这毛泽东搬出来 我觉得就是他缺乏一点点底气吧 或者我感觉如果你真有底气 没必要整天把毛泽东搬出来啊 那他说毛主席哦 这个伟大而浪漫的畅想啊 是有科学根据的 哎 这个科学的根据谁来定 你不知道啊 谁来评估他是有科学根据的 不知道啊 那有科学根据根据是什么科学根据 根据哪一条科学啊 哪个地质学哪个水利学不知道啊 反正细胞只告诉你啊 他自己有科学根据的 就科学也要服从我的 什么都要服从我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形式 逻辑啊建设新中国的电机工程 水利占重要位置啊 治国先治水啊 把这个水治起来 你看水能载州亦能复州 把水治啊 治下去哎 你看哎都是挺挺有意思 啊毛泽东习近平回忆毛泽东啊 回忆毛泽东啊 他们他们怎么怎么回忆啊 啊 你怎么他真当毛泽东是老爸了 可能啊 回忆毛泽东 从来没有听说过 习近平回忆习仲勋的啊 好像就很少听 听说回忆毛泽东啊 他倒是去回忆毛泽东去了啊 嗯 你看当时毛泽东啊 说南方水多啊 北方水少 如果有可能啊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啊 中国是一般人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就是哎 嘿嘿 你看这这个就是他的论证过程 这就是他所谓的有点科学根据 这就是随便嘛 毛泽东也不是这个八经科班出生的 毛泽东文化水平应该来讲 比细胞质要强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呢 呃 他也不是学工科的啊 好像也是个文科生啊 啊 所以就哎 这也是可以的 这个可以的 这 谁来定了 你口不清楚啊 所以他完全就是 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 一个 他以为自己了不起啊 觉得自己有本事 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特征 觉得自己有本事啊 里面大家都狗屁啊 第二个没把你当人看啊 这几个特征要混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啊 第二个没把人民当人看啊 但他们是猪他们是蟑螂啊 他们是狗屎 哎是这样的 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做过一些什么社会组织工作嘛 社会组织工作呢 然后 当时那个社会组织管理局嘛 叫做啊 社会组织管理局 专门管那个注册那个这个NGO啊 社会组织的就有一个这样的局嘛 社会组织管理局呢 啊 这个局长啊 当时我印象最深刻 他说今天中午谁在来吵啊 吵到我是吵的 他不是说自己啊 他说别人啊 吵到别人午休怎么办啊 吵到别人午休了 那那怎么怎么下午怎么工作啊 晚上怎么战斗啊 是吧 所以后来知道哦 原来是那个关来老人家的组织 啊 中午在社会社会组织管理局呢 大楼里面搞活动 吵到领导午休了开玩笑 我管你关不关爱老人的关我屁事啊 是吧 那你吵到我我午休就是不行啊 你要关来老人家你自己关来去啊 别以为我搞搞社会组织真以为 搞社会组织主要是我捞钱的 不是叫你真关爱啊 你们这些蠢蛋啊吵到领导睡觉 这么积极中午做关爱老人家活动啊 开玩笑 马上把他们的组织 顿冬姑啊 这是广东话 顿冬姑就是就是马上把他经费卡掉啊 关爱老人家岂有此地吵到我睡午觉啊 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啊 一个不把人民当人看 然后以为自己有本事 你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的 因为他不把人当人看 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点局限性 他不会乱来嘛 知道没有 他一个没把你们当人看啊 你们远远远就是那个烦人的苍蝇 你明白没有 就是看到你们这些人民 把他扫一边去扫干净啊 打扫干净再请客嘛 周恩来说就是你们这些 你看他创文的时候 把你们这些什么外来工全扫干净 打扫干净再请客 哎 你看看没有啊 就是从古到今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一创文 把那些什么店铺啊 什么全部关掉 创文检查 你看是吧 前几年啊 反正我还没出国之前最流行这些了 什么创文啊 这些最流行 上级领导一来创文 整条就所有店铺全关门 这就最文明了 他感觉只要有屁民 那都就这个就不干净不文明 屁民就是给他带来麻烦 带来脏兮兮的 那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最讨厌你们屁民的 明白没有 所以两个 一个他觉得自己很牛逼 什么都懂 什么都只会 下到一个居委会主任也这样的 上到国家主席也这样的 然后 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聪明人呢 还有一些聪明人拍马屁啊 要从中获利啊 要搞的这个社会就乌七八糟了嘛 所以就 你看那细胞纸这里 说蓝水比掉嘛 反正他你看烟掉这么多地方啊 他这也不知道怎么决策的 你看这蓝水比掉工程 要烟掉十一个乡镇 184个行政村 1276个村民小组 淹没的土地面积 144平方公里 哇靠 其实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些能用的土地 因为 你想中国其实你表面上看上去很大 实用面积差 就像那个 那个房子面积 实用面积低一样的 你这广阔的什么高原的清藏高原 横断山脉啊 还有什么什么到内蒙古啊 什么黄沙呀 什么沙漠啊 这些全部没有多大作用的啊 真正能用的没有多少 中国的土地 你想想买啊 就就全部是 还有北方特别冷的 也是不好使啊 那最好使基本上 没有多少 真的啊 其实中国你说是很大 真真正实用面积非常差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我也活在中国这么久了 我自己有这个感觉 所以 你才觉得中国为什么这么挤 它十几亿人 你表面上 这国土面积这么大 十几亿人 为什么都挤在这东南方呢 因为只有这个面积可以用 西北的全沙漠啊 乱七八糟的 那玩意活不了几个人 就是它的环境承载量比较低嘛 水啊 水资源 各种资源都不够嘛 所以就 就是它活不了几个人呢 那边啊 就是说起码 就能承载的单位的人 人人员 它就没那么多 所以就为什么中国你看到中国这么大 为什么会这么挤呢 你看到日本啊 你说它国土小 各个都是住的 独门独户的 那怎么就可以呢 因为它使用面积高 你没有沙漠的 哪里有沙漠啊 整个日本全部都绿地 全部是森林 实用面积非常高 全部都可以用 这个土地 这就是不一样的 中国能用的土地就很少 然后有一些基础设施 也是落后嘛 所以很多地方住不了人嘛 没有路 没有路 没铁路 没啥的 都住不了了 反正就扯远了 就 就习包子啊 他都不要忘记啊 要不要忘记 谁谁挖的井啊 就我们共产党 给你们挖的井啊 你们以后要感恩 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些 这习包子啊 你看强行让人家感恩 哪里有这样的 就是 他要感恩 他挖紧嘛 他现在他共产党自己搞 蓝水北调嘛 那让你们感恩 感恩谁呢 感恩党哦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感恩党 反正 这就是习包子 这就是中国 大家还是 自己省点 上点心吧 哎呀 能跑赶紧跑吧 这扯淡国家有 没什么好搞的 最后都就是一堆的腰儿子 先到这边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留言分享 拜拜 我们来一会儿 再来一会儿